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为各位小伙伴带来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它的优点很多 最大的优点呢 它是支持全格式的这样一个节点的导入 包括这样一个SSSSR 包括这个Clash可以用的节点 包括V2rayN可以用的节点 等等等等 它都是可以用的 它可以配置专用的节点 各种路由模式都可以选择 非常的Nice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 我们还是在这样一个虚拟区上为大家做一个演示 OK我们首先打开浏览器 我们要把它下载下来 OK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网址 它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在GitHub上已经有这一个 在GitHub上全部公开 它有各个时期的一个版本 包括这些旧版本 OK 那我们下来就下这个最高版本 最新的是1.9.7的一个版本 假设各位小伙伴因为系统的不同 有些可能用Win7的 有些是Win10的 Win11的 那假设你下载了 假设你下载了不太好用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旧版本 用旧版本 OK 我们就用最新版本 那我们到这个地方直接点这里下载 这个7z的文件就可以了 它大小是57.5兆 OK下载下来以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解压一下 OK我们直接运行这个文件 点击10 OK这样我们就打开了这个软件 打开了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很节俭的一个 那界面也比较小 OK 然后这一边来讲的话 当然它有几个选项 这个服务器模式订阅什么东西的 这边是它一个版本信息 OK 下面是设置 这一边是一个启动 OK 那我们一项项来介绍一下 OK 这边服务器来讲的话 它导入节点的方式 那首先是点服务器这边 从剪贴板导入服务器 OK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下面是分别导入这个 各个节点的服务器 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支持很多 Sox的 然后这个小火箭的 然后这个SSR的 对吧 小火箭的 Milice的 等等等等的 绝点 它都是可以的 OK 那这个模式来讲的话 是创建进程模式 创建路由表规则 重新加载模式 OK 这个创建进程模式的 等一下 我们会后面会讲到 这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OK这边订阅就是管理订阅 跟这个更新服务器两个 那这个管理订阅的就是我们这个导入节点的第二种方式 导入这个订阅链接就可以了 这边的选项是什么打开目标 显示隐藏控制台群 你的DNS服务器等等的 等等 然后帮助退出就不用讲了 那OK 我们现在就来导入一个节点 来尝试一下 OK 我们粘贴上这个链接 然后这边备注来讲的话 就是今天这个订阅链接的一个你的一个备注 打比方今天是这个2月的24号 对不对 OK 我们就以日期的命名 那这边点击添加 添加以后的话 这个节点就已经跳到这边来了 OK 那我们把这个界面关掉 关掉以后的话 我们再点链接 这一边点更新服务器 我们更新一下 左下角显示正在更新服务器 OK 导入完成 导入完成的话 这边有这么几个的节点 OK 这个ABCD多少多少 大概有十来个 那这一边它的延迟都去到300多 300多毫秒 我们再测一下看看 OK 再测一下还是300多毫秒 OK 我们随便选一个 我们启动一下 OK 启动以后的话 看来这边延迟是1403毫秒 OK 我们打开浏览区 我们打开YouTube测试一下 OK 我们顺利的打开YouTube 我们随便点个视频测试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这个阶段非常好 打开就是35,000 38,000 43,000的一个速度 OK 这个速度非常的OK 非常的OK 那这个速度我们看个最高 四开都没问题 我们试一下 OK 4万多的一个速度 我们快进一下 快进没有任何的压力 没有任何的压力 目前是3万多的一个速度 OK 好 我们回到节点这一边 OK 我们给它停止一下 OK 我们讲一下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来讲的话 它的很多选项 我刚才用的是AMD的这一个选项 OK 其实它下面有非常多的选项 非常多的选项 当然它是英文的 没关系 我们经常用的是什么 OK 我们经常用的是byPath 这个Lang 这个是全局模式 那这一个就是一个绕过大路的一个模式 我们经常用这两个模式 经常用这两个模式 我们经常用这个全局模式 看你的需要 OK 那这样一个节点 刚才大家看到缺到4万多快5万的一个速度 对不对 那假设说 想把这样一个节点 用作看这个YouTube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配置名这一边 我们就输入一个YouTube OK YT 好了 YT 那我们给它创造一个就是快捷方式 让我们下次想看YT的时候 就选用这个A的这样一个节点 因为它的节点速度比较快 没有什么延迟 OK 那我们就是说 这边输了YT以后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Counter键 然后再点这样一个配置 下面有4个选项 4个5 我们随便点一个答备方 我们点第一个 点一下 OK 这个YT就到这来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下次点了YT 它就是这个节点 那答备方我们选一下其他节点 我们选个D 选个D 选个D的话 我们点YT 它就会变成这个A的节点 它就会变成A的节点 并且自动启动 我们试一下 点一下YT OK 这边变成A了 那下面这个地方是正在启动 OK 现在启动成功 那 那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把它停掉 我们再演示一个 打比方 我现在选这个D 那这个D 打比方经过我测试 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 可能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OK 那我们想把这个节点给它设成什么 我们玩游戏 打比方我们玩游戏 我们给它 给它命名一个游戏 OK 同样的 我们按Counter键 然后点这个第二个 我们点一下 OK 这个地方就变成游戏了 那么下次我们要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程序 然后我们点点这个快捷方式 它就自动选择这个D的一个节点 并且自动连接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玩游戏了 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这边有四个就是快捷方式 可以给你设置 就是你看你的工作 就是你按需设置 你想干什么呢 你就选什么绝点 OK 当然的话 全题是你要知道这些绝点 它的特点 它的特训 对不对 OK 这是这样一个快捷方式的一个选择 那它还有一个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 就是这个模式这个地方 创建进程模式 OK 这是它的一个独有的 也不说独有的 其他的这个VPN可能也有这些这个模式 OK 那它的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这边选定一个什么程序来讲的话 那就只有这个程序可以通过这个代理去走那个流量 OK 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走不了 OK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这边选择一个文件 选择一个文件 选择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我们现在要选这个EDGE浏览器 我们要把这个Egg浏览器给它 选到它可以上 可以上网 可以上网 然后其他的就上不了网 我们来模拟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夹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夹 86的Microsoft OK EDGE在这里 OK 我们选一下 我们选择文件夹 选择文件夹 选择以后呢 我们这边给它备注一个EDGE10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OK 这边显示模式添加成功 模式添加成功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给它取动一下这个代理 OK 现在取动成功 现在取动成功 已经取动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Egg浏览器的话 我们刷新一下 OK 刷新一下是没问题的 它照样可以播放 速度是3万多 OK 那我们尝试一下 其他浏览器 打比方 我们打开这个 Chrome浏览器 我们Chrome浏览器这边 我们打开YouTube 大家看到这个YouTube是打不开的 这YouTube打不开的 那半天没反应 左下角这边还有一个设置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自己去研究一下 有这么多的一个模式 进去研究一下 OK 正常来讲是不用改的 不用改的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主要介绍了这个NETCH 这样一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它的使用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假设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